華光社區居民還有樂聲的民眾 今天非常多的民間團體 都跳出來來抗議了 抗爭政府徵收土地 完全都沒有配套措施 在現場甚至還把泥土 倒在自己的身上 草菅人民 草菅人民 戰散破千 所有土全倒在民眾身上 要諷刺政府侵犯人權 讓人民就像活生生被埋進土裡 反口號治國 反口號治國 亡我居住正義 大聲吶喊 憤怒泉賢在臉上 他們來自全台各地 都是要抗議政府 帶頭違反居住正義 像是已經住了50年以上的居民 政府徵收土地 房子說拆就拆 讓他們頂著年賣的身軀 卻得四處分波求救 無家可歸 讓老阿嬤難過的頻頻擦淚 去哪裡住 那戶口要牽到哪裡 問題就是在這裡 我也不是說有房子 有房子說還好 什麼都沒有啊 對不對 那要搬去哪裡呢 我們36年進駐 37年設戶籍啊 國民黨什麼時候過來的 都是弱勢嘛 那你要叫我們去哪裡 對不對 住戶無奈的拿出繳稅證明 就算繳了60多年的稅 房子還是沒有保障 通批政府逼迫他們搬遷 卻沒有任何的安置計畫 所有改革口號 成了他們心中最大的問號 現在新聞黃大鋒人民院 台北採訪報導 好 立法院 這個原因是 今天 一定是